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都转程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 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其实不仅是东北风增强 中国南方还有大片的水汽 逐渐的移近台湾来 所以今天在迎风陌的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降雨的情况 那么中南部地区云量也偏多 山区也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那么预计这波水汽跟东北风 会持续影响到明天 所以预计明天在西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偏多 而且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也还是会有些短暂震雨 要等到礼拜天 风场慢慢转成偏东风之后 气温才会明显的回升 同时降雨也会明显的缓和停歇下来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的降雨而已 西半部地区从礼拜天开始 就渴望逐渐的放晴了 那么这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其实也有带来一些微弱的 境外污染到达台湾来 特别是臭氧的浓度 在今天早上开始是明显的升高的 那么预计在今天晚上 这波境外污染就会逐渐通过台湾 各地的空气品质 渴望逐渐恢复到 良好到普通的等级 进步再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 今天到明天持续是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迎风陌的东部 中壁北跟东半部地区 持续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情况 那么刚刚提过了 到了这个礼拜天 到下个星期一 风场转成偏东风之后 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迎风面降雨 西半部地区的天气 就渴望逐渐的放晴了 所以从接下来的降雨分布图 也可以看到 预计明天是在桃云以北 跟东半部地区会有些震雨 那么到了礼拜天 下个星期一 风场转成偏东风之后 东半部地区还是有雨 西半部地区渴望逐渐的放晴 那么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预计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 就会逐渐地缓和停歇下来了 再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预计今天各地还是相当凉的天气 北部的高温只有18度 低温也只有17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湿湿凉凉的感觉 不过到了明天 这个高温就渴望逐渐回升到23度 但是因为还是有一些零星短暂 阵雨云量还是偏多 整体来说感觉还是偏凉的 真的要大幅地回暖转情 得等到礼拜天了 从礼拜天开始 北部的高温就渴望回升到27度 到了下个礼拜一 北部的高温更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左右 不过其实在下个星期三 又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跟风面通过 到时候北部的气温又会往下跌一点点 最近的天气在北部地区 真的是忽冷忽热的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 您的穿着 小心不要穿错衣服感冒了 再来关心一下中南部地区的气温 接下来这几天也会持续的往回升 不过清晨跟晚上的气温还是偏凉一点点的 提醒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清晨跟晚上的低温只有20度到21热度左右 早晚也是比较凉一些 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搭配一件 把外套再出门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已经明天白天 主要就是在东北风迎风面的 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西半部地区云浪也偏多 是属于多云到多云时音的天气状况 这样子的天气预计会持续到明天 礼拜天天气状况就逐渐的回暖 放晴了 西半部地区渴望回升到好天气 不过在东半部地区 礼拜天还是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而且局部地区雨势还是会比较大一些 多麦部地区恐怕将降雨的状况 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左右 大家外出无不要记得期待一句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